Hello 大家好,我是Sam Jack Solomon,是OneGuard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介紹這個盤真的與眾不同 為甚麼呢? 第一,地點好 第二,用料非常之正 第三,尺數很大 一房單位都是600多隻開始 另外兩房和三房是1200多隻 在Brandwood這個位置唯一有這麼大的尺數 最後就是它的設計 稍後可以看看示範單位 它的設計是非常之grand 非常之elegant 很華麗的 可以說在整個Bernaby 或者整個Brandwood 是這個設計我最喜歡的 今集的內容很豐富 因為示範單位有很多仔細的位置 我們要跟大家一一很詳細去介紹 好了,不多說了,馬上就去片了 好,跟大家說一下Brandwood這個盤 其實是一個Master Plan的屋苑 總共有四棟樓 而首先發售的就是這一棟 第一棟,就是在南邊 比較起來比較靜些 因為Low Heat Highway就是這邊 那裡有Sky Train Highway比較粗 不過我們現在第一棟 這個就在裡面,所以比較靜些 首先和大家介紹一下屋苑 首先這個就是 這個首先發售的 接下來再發售的就是第二棟 這棟就是整個屋苑最高的 第三和第四棟是會遲些才賣的 整個屋苑就是有一個出租單位的部分 不過是很少量的 就是會在第三、第四棟的 矮層單位才拿來出租的 換言之,現在首先開的第一棟 全棟是不會有出租單位的 Tower One會有自己的會所 亦都有自己的停車場 雖然它們是一個屋苑,有四棟樓 但它們的停車場全部都是獨立的 有獨立的自己的閘口 就不會轉到暈光才找到自己的車位 這是非常之方便 大家也要再看看它的建築模特 你會否會發現第一棟是斜斜的 不是四四方方的 其實這是設計師的心思 你知Brandwood很多地方都已經建了樓 它的設計就是確保 很多單位的景觀都不會受到阻擋 如果你在這邊,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Lohi Highway 你會看到它這邊,向北的單位其實是有景的 不會因為這兩座大廈而阻擋了景觀 Tower One的Lobby就是在內圓裏面的 就不是在街上 出入會方便一些,安全一些 另外大廈門口前面有一個Pick Up和Drop Off的地方 這也是方便小朋友、老人家、上落 回到家就更安全一些 即是買了一些菜可以放下 然後才坐升降機 就不用又去停車場 這樣就節省時間了 另外一個特色 這個Lohi Highway的特色就是 大家看到這裏嗎 這裏這個升降機是專門給駕駛單車的人用的 即是你在外面踩完單車回來 你可以用這部C加升降機 就可以去停車場 放下駕駛單車 然後才上樓 這也是一個很用心的設計 一樓和二樓就是會所 裡面有健康、Sona 共享工作間 跟著有Lounge、Pateo、小朋友的Playground 狗公園全部都有的 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 就是一個Rooftop的花園 這個花園不是有室外和室內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屋苑Rooftop的模型 這個就是全國屋苑最大尺數的一個單位 就是G-Plant 就是兩房加書房1234尺 有些朋友就會說 這麼大1234尺才只有兩間房 發展商就告訴你 其實你可以變三房 就是不用錢把它轉為三房 這個選擇 其實整個Brandwood 只有Buffo才有這個選擇 有得選擇才是老闆 這個就是你階時的門口就是這樣 嘩 好grand 看多闊 從那邊看到那邊 一排都是窗 好厲害 好小condo會有這樣的氣勢 我真的可以用氣勢來形容 九尺樓底 看看廚房 來到這個廚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發展商的用料都很有心思 你看到這個雲石面 這個Island 其實都是一幅過的 儲物空間方面 其實你會看到都很足夠 其實已經做了Soft Closing 另外 譬如你說阿擺刀刀叉叉 其實已經包了這些東西 電器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出名的意大利牌子 可以看看 其實是這個Brettasoni的一個牌子 無論你說電磁爐 焗爐 又或者七油煙機 其實都是屬於一個意大利很出名的牌子 一般來說都是一些房子才會用的 這邊呢 還有一個釘 這個釘 你可以是 Close off 它也可以 不Close off 也可以 但我覺得這樣其實都很好的了 我覺得如果加了一道門 可能稍微焗促了少少 看看 相對相對的廚房 而且呢 這個層架還包起來 很棒啊 我很喜歡這個 在這裡 很齊整 可以放到一張 Queen size的廚房 絕對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我會自成一個呢 因為 Lounge在這裡 睡房在這裡 然後廁所在這裡 然後廁所在這裡 那個Bathroom 就有這些位置 可以讓你放洗頭水 那些 另外就是一個鏡櫃 在這邊呢 就是一邊房 主人房就是另一邊 那所以呢 是很有Privacy 主人房可以放到 King size的床 兩邊再放床頭櫃 完全沒有問題 那Close off就是這裡 是兩邊的Close off 後面呢 就會是主人的洗手間 會是有地暖這個設施的 OK 那這邊呢 一勒都是鏡櫃 有兩個洗手盆 而且呢 還有這個位置 好正啊 我覺得 很有那個 很有心思的設計 啊 忘記了提 在Close off的這些organizer 全部都是送給你的 不用加錢的 那大家留意一下呢 他露台的天花板呢 還有地板呢 就不是一般的那些 水泥啊 這樣就交貨給你的 全部呢 都是做過finishing的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呢 就顯示到呢 就顯示到呢 這個發展商呢 Buffo呢 他們那個 對品質的那個要求 發展商呢 其實都包了冷暖氣 接下來呢 我們又看了另一個4Pan H4Pan 它是一個兩房兩次設計 室內面積是939呎 外面積也有191呎 包括了整個 整個你說的面積是1130呎 那我們一進去看看 那大家會見到呢 一走進來門口呢 其實發展商呢 有很多細節位在這裡 你會見到呢 其實這裡呢 到時膠樓呢 都是一模一樣的 會有一個LED燈在這裡的 發展商呢 給大家的idea 不需要去IKEA 都有些idea 給大家 譬如在這裡 可以裝一些 譬如衣帽間 穿鞋 你說不喜歡這樣去設計 自己可以去不同的家具店 去想想 怎樣去裝飾這個地方 這個跟剛才的單位一樣 都會包括了這個 放鎖匙位給大家的 然後呢 就是一個 closet 給大家放置 譬如衣襪 那些這樣 好 進來這個廳 大家會見到 其實跟剛才那個 是有點相似的 不過呢 整個color scheme 就會以白色為主 那其實呢 另外呢 大家會留意到 其實在現在的appartment 方面呢 比較少見 一個這麼大幅的玻璃 在這裡 譬如你在這裡 一路做東西吃 洗東西的時候 其實呢 你會見到 看著一個很大幅玻璃 在這裡 感覺很放鬆 還有呢 大家會再看 其實呢 有很多很仔細的地方 會在發展商設計方面 你會看到的 譬如你說在水龍頭下面 其實呢 都幫大家做了一些樓盆 在這裡 另外呢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垃圾桶 可以見到 其實有時候 譬如在那些appartment 其實垃圾桶 都非常細的 你會經常都需要 每天都要去扔垃圾 但這個垃圾桶 你會見到其實 這個尺寸都非常之大 對 都很深一下 其實幫大家分賣類 有兩個 另外一個設計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 其實它有一個位置 給大家可以放東西 因為譬如你說 桌面其實都經常都會弄濕 譬如你說 可以放些東西上去 除了剛才那裡 有很多儲物空間之外 大家看到這裡 其實也做了一個儲物空間給大家 這個其實發展商都會包起來 你會見到 其實都是一個有雲石的 做一個後背 而儲物方面 你會見到其實都沒有浪費 全部都可以放到東西 譬如你說 我想放一些雜物 那邊不夠位的話 其實這裡絕對夠位 可以給大家放不同的東西 又或者你說 我想譬如 有些很漂亮的名貴的酒 酒杯 都可以一排放在這裡 這個也不需要你說 額外價錢 因為如果你說自己做一個 其實我相信要這樣的質料 其實應該都會非常貴 大家來到這個單位 其實一樣都是有得選擇 大家都是老闆 那你會見到 其實去示範單位 就是一個六人的桌 你看到不是一張普通的桌 其實你會見到一個雲石面 再加上它會有一個木板 但其實整張桌都非常重 很有質感 這個都不需要額外價錢 發展商包了 但如果你說我不喜歡一張桌 想在一個島 也可以這樣去選擇 島是一個這樣的尺寸 但下面會有櫃桶 做給大家 又或者說年輕人 想和朋友在桌附近喝東西 它也有一個高尺寸的 高桌給大家 其實有幾個選擇 給大家選擇 甚至你說我不喜歡這張桌 不需要的話 發展商也可以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另一個細緻的位置 你會看到 看一看天花板 其實是一個L型的LED燈 其實都會包在這裡 另外就會在飯廳那裡 你會看到這個就不包 不過它都會做了一個燈槽 給大家可以自己去買一些自己喜歡的 例如你說吊燈也好 或者吸吊燈也好 可以放在這裡 還有另一個細節位 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實你會看到 它就會有一個古種形式的窗點 就不是一些舊式的有條繩子 因為那些就相對來說 你說有小孩就會比較危險 但是它就不是一枝過的 是兩枝的 好 出來這個露台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露台非常闊 其實可以放在梳化或者其他 另外另一個地方 就是柱位 其實有些人會不喜歡放在室內 其實柱位這個單位 都會放在露台的位置 變成你室內的空間 就更加多 可以好用很多 在露台方面 如果你說想和朋友來BBQ 其實發展商已經要幫大家 製造了這個GAS HOPE 例如你說可以放一個BBQ爐 和朋友開PartyBBQ 一樣可以做完 可以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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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方面 一房單位 658-681呎 就是80多萬開始 兩房單位 863-939呎 大概是100萬開始 而三房單位 1234呎 就是由150萬鐘開始 所有的單位 都是送你一個可以充電的車位 和一個儲物室 看了兩個示範單位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個 無論你說喜歡剛才那個 或者這個 甚至你想找一些小的 一房單位 都可以隨時找我 或者Sandra 5月11日開始 其實這個Presentation Center 就會開放 記得找我 或者Sandra 約我們來 一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示範單位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讓你隨時都可以收到 最新的溫哥華地產資訊 和最新的樓盤資料 下次見 拜拜